菩萨的智慧是大智慧,是用不完的 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永远都不会用完 这个能量是永恒的 如果很快用完了,那不叫智慧,那叫聪明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聪明只不过是计量利弊得失的方法 比较敏感而已,智慧是一种超能力 可以解决人间一切问题、烦恼 师父还说,只是你拥有多少的问题 你拥有的智慧越多,你什么都不会挂碍和当回事 一切都随缘 如果你智慧少的话,你就会害怕 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临近冬至,23日晚上梦到了三姑姑 今年刚走的 想着之前许的还有很多,怕来不及 就许了七张小房子 这两天就一直感觉浑身无力,念也念不动 24日坐在佛台前 脑子里面突然都是三姑姑 很强烈的意念,不受控制 我想可能是七张不够 立马加到了21张 感觉人一下子轻松了很多 刚刚姐姐打电话过来 说凌晨梦到了三姑姑 我说,我也梦到了 姐姐说,梦里感觉三姑姑问她要七张 七张,一共14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姐姐梦里还和三姑姑对话了 梦里问三姑姑 经文组合小房子有用吗? 三姑姑说,有用的 亡人走了,都知道经文组合小房子很管用 太神奇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段时间,我的心情比较低落 当我听到我的姑妈得乳腺癌早期第二次化疗 我真的非常痛心 前几日,我跪在观音堂祈求菩萨慈悲姑妈 当即许愿十月初一给姑妈的药精者赠送二十一张小房子 本月给姑妈放三千条鱼 昨日,我问姑妈睡眠如何 姑妈告诉我,睡眠不好,醒过来就睡不着 于是我让姑妈听大悲咒睡觉 今天,我就想探个究竟 姑妈告诉我,睡眠很好呢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小房子还没送,鱼还没放的情况下 姑妈已经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照顾 真的不可思议 而现在,小房子已经赠送 希望姑妈能够早日学佛念经 早日康复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昨天早上,孩子去上学 倒回来和我说 单车不见了 妈妈,念完经,下去找找 孩子走路上学了 我在佛台前,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 孩子单车丢了 希望用了单车的人能够归还 顺利找到 十点多下去找了 没有找到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 孩子打电话给我说 单车找到了 问怎么找到的 孩子说 回到家旁边那个快递账门口 那个小孩在骑 孩子过去把单车要回来了 那个孩子一脸忙人,不说话 单车归还了 失而复得 今天早上上香后 感恩菩萨的时候 香打卷了 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小事都帮助我们解决 跟着观世音菩萨 跟着师父好好学习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童秀分享道 各位师兄大家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很神奇很神奇的事 今天我去市场 边走边念经 要穿过一个小胡同 那里很多卖荤的 尤其烤鸭味道是老远就能闻到 非常浓烈 我在那儿的时候 心里就告诉自己 我吃全素的 这些是菩萨眼中的人吃人 我不干 但是那个味道太大了 我捂着鼻子都没用 我现在身体不好 跑也跑不动 只能慢慢走 我就说 护法神菩萨 你救救我吧 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味道 我犯恶心 一下子 我就闻不到了 但是 其他的不是卖荤食的食品味道 我都能闻到 真的是太神奇太神奇了 菩萨无处不在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台长 告诉大家 在 佛经当中有一则故事 说的是 有两个商队 准备出门经商 但是呢 人数太多 怕混乱 那个时候 古时候 做生意啊 都是马队了 马呢 驮了很多的东西 他们去经商做生意 但是这个马队呢 人太多了 好 分成两队 分成两队之后呢 两个队长呢 一个很有智慧 还有一个没有智慧 大家都在争啊 我们队伍先走 他们的队员说 我们要先走 结果一个很有智慧的 第二队的一个队长就说了 没关系 你们先走吧 好 他们第一个领队 他呢 就觉得自己呢 很聪明 我呢 可以先走 那么我可以让我的货牛啊 就是运货的牛车 马车啊 一路上吃草 把草呢 吃掉 吃掉之后呢 然后先到 可以先做生意 那么他就选择先走了 那么第二队的队长呢 非常有智慧 那么下面的队员呢 感到很不满意 就问队长 为什么让他们先走 不让我们先走呢 那个队长就告诉他 你知道吗 在草地里长的 很多都是野草啊 而且那些草 都是老的草啊 你让他们第一批马队 先过去 把那些老草 杂草先吃掉 过几天我们再出发 等他草长出 嫩芽出来 我们的马队 吃的都是嫩草啊 等他们的马队 先到那里做生意 做得好不好 坏不坏 我们都能知道了 帮我们先探路啊 对我们今后做生意 绝对是有帮助的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做人凡事要退一步 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就会活得很自在 永远要让别人先做 自己退后 哪怕别人占便宜了 我也要在后面 因为我永远是拥有智慧的人 不争不强 那就是般若呀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吵不闹 不讲也不笑 他因为心里有一盘棋 什么都知道 就是我们人间讲的 大智若愚 有大智慧的人 他像傻傻的一样 其实他什么都看清了 他根本不会去追求 人间名利得失 因为他看开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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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